您刚才其实也谈到了 我相信您也一定注意到了 这两天国内针对很多 美国的商界 甚至美国的政界学界 很多人跟我们说 要尊重市场规律 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 结果他们现在自己的行动是 完全违反市场规律 是违反国际供应链 价值链的正常运转的这种要求 所以他们跟我们的那些所谓说教 他们现在自己不信了 我跟美国人说过这问题 我说你们给我们 试图说教了好多年 现在证明你们自己并不信这一套 所以我希望这些企业 能够认真的思考下这问题 这究竟对他们自己 能带来什么后果 我觉得这是开了一个很危险的口子 如果谁都可以出于一时的政治需要 去打乱市场运作 打乱这供应链产业链的正常运作的话 那将来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他们应该明白 当然中国的消费者很愤怒 消费者当然有权利选择自己买什么不买什么 这个他们恐怕也不能强迫消费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